在头颅上开动的方式称作轻入式脑机接口 采用了植入大脑的电机 人用意念控制屏幕上的鼠标 Yota Ray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 也可以用意念控制机械臂 就像控制自己的手臂一样 所以说马斯克的Neuralink并不是新技术 只是把这项技术进一步往前发展 相比轻入式脑机接口 非轻入式脑机接口也叫脑电波头盔 可以像帽子一样戴在头上 感知头部发散出来的脑电波 不需开路连接 让人感觉更安全 缺点是不能感知大脑深处的脑电波 2014年世界杯 一位全身瘫痪的病人 佩戴脑电波读取设备 控制液压的机械脚开球 使用的就是非轻入式脑机接口 脑电波头盔读取大脑信号 可以察觉一个人什么时候工作最高效 如果发现你的效率下降 可以放一种音乐 让人保持注意力集中 在你注意力高度集中时 也可以静抹一切外来电话 微信等可能的打扰 让人在最好的时刻高效工作 在中国脑电波头盔 也曾经用于学校中 监控学生注意力集中水平 投款前面有一个可以变颜色的灯 如果学生注意力不集中 就可以改变颜色进行警示 同时关于学生的注意力数据 也可以发送给老师 进行教学方法的改进 当然也可以发给家长 让家长依靠大数据打孩子 这项技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医院中的核磁共振设备 用来进行疾病的检查 伯克利大学用它来检测人脑的活动信号 让人在核磁共振检测设备中观看录像 即使不知道观察者观看的内容 通过核磁共振信号 研究人员也可以重构观察者观察的影像 脑机连接目前成为商业的热门领域 2017年Facebook宣布进入 他们最初的目标是用脑电波头盔 让用户可以用意念一分钟之内打100个单词 一些游戏公司也在研发脑电波头盔设备 不只是有VR的功能 也进行脑机连接 具体功能都是商业机密 因为可能成为市场上的杀手锏 而越来越诱人的游戏 可能又是家长们未来面临的挑战 还有一家公司的设备可以通过识别脑电波 知道人在听什么音乐 回到医学领域 脑机接口连接到计算机可以解决多种疾病 比如眼睛受伤失明的人 可以把摄像机直接连入大脑 信号借信解析就能让人复明 上一期我们也介绍了中枢神经受损的病人 可以获得重生 脑机接口也可以用于治疗一些心理疾病 比如一种专门用于治疗抑郁症的佩戴头盔 原理就是通过释放电信号刺激大脑中的特定区域 脑机接口技术是一把双刃键 未来人脑会跟计算机、人工智能合并制造出超脑 进而人类发展为超人 下期我们介绍未来更强大的脑机接口 是怎样把人变为超人的